好 我是喜歡智慧型手錶的法蘭克 那這一次要來跟大家推薦的就是呢 這次三星推出的Galaxy Watch Ultra 還有Watch 7 這一次也是讓我非常的興奮 因為它加入了很多實用的新功能 比如說第一個呢 這一次呢 這兩款手錶 它們今天採用全新的3nm處理器 它在操作的時候其實畫面非常流暢 使用起來都非常的順手 那再來呢 就是呢 它這一次在它的GPS裡面 它也做了一個升級 升級成雙頻的一個多彗星系統 最大的好處就是說 如果你喜歡在市區去運動啊 或者是說你有時候會用手錶在導航 你會發現這一次的定位會更精準 那再來呢 它在這裡面有加入一個新的功能 叫做身體能量指數 那身體能量指數這個東西 其實呢 算是我們之前的一個 睡眠偵測的再升級版 因為它會根據你前一天 睡眠的狀況啊 睡眠的一個時間啊 週期 還有你前一天的活動量 早上醒來 它就會跟你講 你今天的身體能量指數是多少 而且它很貼心的點就是 它還會給你建議 比如說你可能是活動量不夠 它可能會跟你講說 你要起來動不動 或者是說 你可能是睡得比較不好 它還會給你怎麼樣去改善睡眠 各種的一個建議方式 那這一次不得不提的就是 這是Watch Astra 它在外型上呢 它一樣是採用所謂的一個 鈦金屬的表身 然後再搭配藍寶石玻璃 那基本上來講 你在戶外 不管你今天從事什麼樣的運動啊 露營登山啊 各種環境下 它都不怕你的一個 這樣的使用會造成損傷 而且呢 它這一次有強調說 可以在各種集中環境 比如說你可能去比較高溫的 或者是你可能到很冷的地方 比如說你去北海道滑雪 它通通都能夠正常使用 不受任何的影響 再來在功能面來講的話 我覺得它也是很厲害的地方 第一個就是它的所謂的續航力 它這一次的續航力呢 提升到最高可達100個小時 續航力真的是非常長 在這一次呢 又幫各種的運動愛好者加入了 很特別的功能叫做呢 所謂的三鐵一個運動 利用我們這個Watch Asura在訓練的時候呢 提升你三鐵的一個運動表現 那如果你是使用一般的Watch 7 錶款 你也不用擔心 它在這兩個錶款裡面 可以把多種運動組合成一個訓練課表 什麼意思呢 把你比如說你常做的 可能我們的跑步機 滑穿機 停舉 側舉 甚至來講是深蹲 這些項目我們可以把它組合在同一個課表 讓你在運動的時候呢 它會一項一項的往下切換 那跟傳統最大不一樣 這樣是傳統你可能 執行完一個器材之後 你就要一個手動關閉 然後再去啟動一個新的 這次不用 它在同一個項目 而且它中間還會讓你去做一個休息緩衝 那真的是非常貼心 很適合熱愛運動的一個使用者 重點是在我們這個Watch Asura上 我覺得這次的外觀是我最喜歡的 因為它的表面其實更搭 然後又多了一個快捷按鍵 在我們的電源鍵和返回鍵之間 這個按鈕可厲害了 在運動的時候 比如說你按一下 可以快速的開始或暫停 然後你按兩下呢 它可以幫助你 比如說你在跑步的時候 它幫你記錄那個圈數 那如果你長按大概兩秒的時間 它可以馬上幫你快速結束這個運動項目 如果有時候我們可能有遇到一些緊急狀況 可能有遇到危險 發現有人可能在跟蹤你 這時候你只要長按這個快捷鍵5秒 基本上它其實在等待的一些時間之後 它會發出85分貝的聲音 來去嚇跑的 能夠讓你在需要被救援的時候 讓其他人都聽得到 好啦 那以上就是我們的 Watch Ultra跟Watch 7的介紹 那謝謝大家的收聽 接下來我們就把鏡頭 帶給我們的耳機達人屋頂